X3M、X4M 嗨,大家好,歡迎收看自由時報喜得頻道單元 我是自由時報Nik Bandive對於信仁的休旅開發計劃可是算相當的早 像今年台灣要登場的X3M、X4M 都是其中一個例子 不過對於我們今天開的這種插杜小舊的來說 它就是開了限定 Bandive插杜M35i誕生 為這種喜愛性能休旅的消費者提供更多的選擇 同時這個M35i的動力來源是採用2.0升四缸渦輪引擎 也是M款首款的四缸渦輪引擎 所以對於這台X2M35i算是有許多特殊的市場定位 目前這台在台灣建議售價是292萬元 好 X2M35i採用的是2.0升四缸渦輪引擎 然後最近引擎原廠代表的是B48 目前廣泛用在320、520旗下的車款 不過X2M35i經過M化調校之後 它最大馬力可以來到300.6p 最大馬力有45.9公斤的表現 然後4.9公斤可以完成後版加速充斥 所以以新年數據來說它是一樣道地十足的性能小休旅 不過實際開起來感受上面 我覺得中低速域它踩起來算是有力 有能表現輕盈 不過它在高速雲展性上面 表現得稍微慢而已 切換在直播模式之後 它是變速箱打到S檔 它後方排氣管會燃氣熊熊悅的藍爆聲 這一點我覺得它在熱血的曲子上面表現得相當的出色 因為這排氣的藍爆聲真的是相當的愉悅 不然人家覺得心情開起來相當的興奮 既然它身為M款的招牌新的腳修旅 所以它在避震阻尼的設定上會朝向運動化設定 雖然會稍微犧牲一點後座乘客的舒適度 也就是說它後座的彈跳感稍微多了一些些 不過它可以提供效應的避震阻尼設定 所以你在用力殺洗完來 它的懸吊直升性表現得相當的優異 這台X2 M350i 它已經標配了Sport轉向系統 還有M款的煞車套件 還有M的避震懸吊 所以這些都可以有效助於操控能力的體現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X2 M30 它的車子配備呈現得如何吧 首先因為它有M Performance的魅力之下 它的鋁紋隔紋飾板 然後配上藍色調來點綴 然後也採用了真皮的M版的方向盤 然後還有旋頸天窗 這些好料配備 內裝我覺得最帥氣的就是這個M化的 機皮的跑車座椅 它的包覆性跟指望性都相當的出色 然後再加上它的M線條的安全帶 所以整體在熱血視覺的呈現上 我覺得相當的出色 然後其他的實用配備它也沒有少 充氣核溫空調 然後多媒體螢幕 然後這邊可以切換環景攝影等 所以我覺得它在車子配備的點綴上 是真的滿有M Power家族才有的魅力 好 在外觀配備呈現上 畢竟它也是有M Performance之名 所以它有M鋁圈 M煞車卡鉗 M懸吊等 這些強化視覺質感的熱血配備 前方配有LED轉向頭燈 後方有電動尾門這種使用的好配備 至於它的水箱護照或是前下老數 也採用了黑色高關折鋼琴烤漆處理 來強化視覺質感的展現 所以整體搭配起來 我覺得已經相當符合 新人小說裡的身份了